小燈啊 昨天我聽到我們隔壁鄰居 一對行李在那邊吵架 吵到天翻地覆 吵到無天無量 對啊 什麼 就為了一個 男生就罵女生就說 你啊 要吃滷肉飯 還是吃雞肉飯 你這樣想了半天 想了快一個兩個小時這樣子 你會不會太善變了 真的耶 對啊 這很值得吵耶 其實 因為你不知道吃飯紅茶大嗎 延誤吃飯時間 要不要拖出去掌耶 真的 而且你點雞乳飯不就好了 對…雞乳飯 要吃滷肉也有 雞肉也有 對啊 對 但是女生後來反問 反罵男生 他說你才善變 你的手機那個密碼 一個月改了八次 我每一次都要一直拆密碼 你才善變耶 他是不是逐漸透露出 他有在看男友的手機 對… 所以觀眾朋友你覺得呢 女生善變男琢磨 還是其實男生也是要 比面好嗎 超難搞的 都算變吧 男生比較好 歡迎收看今晚開戰吧 首先歡迎委屈女人代表 你好 委屈啊 委屈啊 她好故意喔 委屈喔 她會一個月換八字密碼嗎 不會 不會 但是為什麼 我剛剛講到那一段的時候 我看妳笑得很開心 因為我都知道她的密碼 我這邊是很會大便 善變的男人 超級會變 對… 善變男人代表 好 曉安還有姐姐 還有Iver老師 大家好 以前在罵女生 都會用說 你這個善變的女人 甚至很多梗圖都在從上 女人如天氣變化 對 說女人如天氣變化 男人也不黃多了 是嗎 以前說女生 有一本書叫做什麼 教你如何知道 女友在生什麼氣 雖然它只有 金藥版的第一冊 但有三萬多頁 一冊就三萬多頁 三萬多頁 對… 就跟你講說 你女朋友到底在氣什麼 就用這個來叮女生 說點很多嘛 對不對 男生點才十頁 現在男生出了 有六萬多頁 好吧 有嗎 男生在念起來 也是很恐怖 很誇張 有這種書嗎 對啊 一整面的那個球寫的名字 對 都也是你們洗心研究的成果 明明家裡大小事都做得很好 還要在那邊挑三拣四的 不然妳來嘛 對 來 問問一下大家短身體 你覺得男生善變起來 是不是比女人還難搞 請取牌 真的啊 而且他們很常都是 根本不知道自己要什麼 然後站在變來變去 女人如天氣變化對不對 男人如海洋般莫測 對啊 什麼都撈不到 天氣變化 你看天氣預告 你還會知道天氣是什麼 沒錯 海洋你還看不到 海洋不知道 琢磨不定就對了 對 是嘛 所以我也認 你自己也認吻 對啊 是 我的個性有一種 善變 這比較善變一點 所以我出的第一張的專輯 第一首歌就叫 善變的臉 喔 那你很了解 你那張善變的臉 你那張善變的臉 那你很清楚自己啊 可是我很善變啊 其實就個性有時候捉摸 也不是捉摸不定 就是比較 屬於那個叫 優柔寡斷 優柔寡斷 跟老婆講好的事情 然後我就可能突然就說 不要了那算了 比如說他已經答應誰什麼事情 那我後來我也會覺得說 不要了那算了 對 就會搞得他 難搞 就會搞得他很... 很睡不了這樣 對 後來他乾脆不理我 對 你這個選擇了嗎 對... 來 那我們現在看一下 男人善變的這個特質 有哪一些 看看這兩位男生 還有我 還有艾菲老師 有沒有進吧 應該有 對... 好啦 我們先來看一下 趨勢民調大數據的關鍵字 文句到底到底 男人善變的關鍵字 有哪些呢 好 包含了 殷勤不定容易變化 翻臉跟翻書一樣快 的確殷勤不定 真的會讓人家很... 另外一半很不知所措 對 女生的殷勤不定 都是小小的變化 男生的殷勤不定 是突然爆到 你會覺得好尷尬喔 而且你說那個點到底在哪 然後就想說 一定要把場面弄得這麼難看嗎 對 因為像我 有一個朋友就是這樣 他是一個平常 非常幽默的長輩 然後他很喜歡開大家玩笑 那大家被他開玩笑的時候 也都會笑哈哈的 像我平常有時候吃 有一陣子吃比較胖 他就會說 好吃快到了喔 是不是懷孕了 然後就這樣捏捏小肉 或者是像我一個朋友 他就直接吃妳豆腐啊 沒有... 完蛋我不覺得 對... 對... 其實你發現他被吃豆腐 對... 他被吃豆腐 我覺得他很好笑 很幽默 那我來吃看你 就是... 就是女生其實很怕被說胖 可是用他那種幽默的方式 我就覺得 蠻好笑的耶 不生氣 那有一個朋友就是女生 他背痘痘比較多 他就會說 年輕的時候玩太過了 吸毒藥丸吃太多 所以背上都是痘痘 他的玩笑很難笑耶 很難笑 可是我們都會笑 那有一次我們就在討論什麼 你們笑得好低喔 我們都會笑 你們為什麼那麼捧場 因為他真的夠幽默 所以他會把一些 讓平常大家很尷尬的東西 大家都會笑得很好笑 然後像有一次我們就在討論 稀有生物 什麼日本的土龍 科摩多龍這些的 我就說 這邊就有一隻 我那個朋友他演地中海圖 我說 你不就是日本很稀有的河童嗎 他突然拍桌 他就拍桌說 好笑嗎 你覺得好笑嗎 你真是在我傷口上撒眼耶 我們都不用聊啦 他就說 正常我們都不用講話啦 大家不用交朋友啦 他就走了 你又開桌 真的耶 可是他都可以笑我說 他說我像懷孕 他也可以笑別的女生的被痘痘 像吸毒 為什麼我不能笑他的這個 這可能是他從小到大的痛 你不覺得男生就是 他平常可以開人家玩笑 可是有時候你一開玩笑 他就會突然翻臉嗎 有時候開玩笑真的要開對 你不要開到別人不開心的地方 或是人生攻擊 那才是好的玩笑 所以我覺得我們男生不是善變 是因為我們常常被人家攻擊的人 就覺得說 你就是男生你應該大氣 像有一次我一個朋友 不熟的朋友 就說 我相信在場的人 應該都被稱讚過好看 長得好看這件事情 他說你長得好看 然後你現在又娶妻 有小孩 工作也還滿穩定的 好羨慕人生勝利組 你都那麼完美 你人的身上一定有短缺嘛 然後我就覺得 什麼意思 為什麼前面稱讚 我稱讚得好好聽 然後讓我覺得很開心 不然你跟我說 他說我身上一定有短缺的地方 然後我就覺得 怎麼被看出來了 好想知道 對啊 就是我短缺 還不輪不到你 還看哪裡 對啊 他是會看面向還是什麼 他可能 還是你那件褲子穿的綠 可能手指圖 忘了拉 我會覺得說 可以開玩笑 但是你不要去開一些器官 尤其是我跟你又不熟 所以我們當然會 一秒變臉啊 你就真的跟他翻臉 我直接翻臉啊 我就說 所以我有短缺 那你長得沒有很好看 看你是不是 上背嘴沒有修復 好可怕 好可怕 很可怕 男生就是幾個大地雷 就是禿頭跟 那邊 性 對 男生很不能講性 有一次女生聊 我一個女生朋友 她男朋友就過來 她就說 我男朋友連前奏都還沒結束 她就結束了 後來 她男朋友氣到了 然後她男朋友 把她坐下來的時候 然後她男朋友就這樣 然後很用力把椅子扣上去 然後就說 拜拜 然後就走了 真的可惜 可是男生也很會講女生這些啊 可是男生 男生不是很愛在路上討論 女生的身材嗎 但是他不會講說 你有女朋友怎麼樣 我都不想送她 這不可能吧 不可能也是喔 你把男生的這個痛處都講出來 所以男生不能講這兩個點 不要這樣我們沒有全講而已 對 我們私下私離 你甚至表情都不行 連表情都不行 對啊 這種時間上 都問題 所以我們選一萬人啊 可以進出桌子 好 有一點氣了 你知道嗎 對啊 我覺得男生有一點很糟糕 他們連小事情都可以很 癢起來生氣 前一陣子不是那個NBA在比賽嗎 你們有看勇士隊跟那個賽亞迪克 那我老公呢 他就支持勇士隊 我有一個朋友前一陣子在搬家 然後他就很好心想說 傳了一些那種 小朋友的衣服送給我小孩 其中就有一件賽亞迪克的那個球衣 然後我小孩在賽藍球課嘛 我就想說 那籃球課給他們穿一定很可愛啊 就給他穿了 當下我給我老公看的時候 他也是很高興喔 說哇 小朋友穿這個球衣好可愛喔 怎麼來來拍照拍照 然後都很高興 一切氣氛就是很完美 然後我就把它PO到我的那個Instagram 就想說謝謝我朋友 這球衣好可愛 就有一個男生朋友就回我說 哇 原來你老公也是支持賽亞迪克喔 他說幫我跟你老公說加油喔這樣子 我就覺得很好笑 就跟我老公講 結果老公整個大生氣 他就說什麼 誰跟他支持賽亞迪克啊 然後說寶貝過來 前面還開開心心喔 拍照什麼的 現在立馬把那個球衣給我脫掉 送給那個朋友 就是很幼稚 然後我小孩被嚇得 就是一愣一愣想說 剛剛前一秒不是還覺得我很可愛嗎 然後下一馬 真的把他小孩拖個金剛 有這麼嚴重 就這麼嚴重 真的小孩拖個金剛 好嚴重喔 怎麼不夠嚴重 就是足球隊的 你說脫掉 我們就會燒掉 不能有敵 這已經對我們來說是信仰了 什麼燒掉 只有把小孩子送給他 對我們來說球隊是信仰 對我曾經跟一個好朋友 然後我們是敵隊的 他那個球隊那十年 都踢得很好 球隊就垂落 所以我說我應該只想說 你不要再吹捧你球員多強 你不要再數落我的球隊不好 我跟你說我會受不了 硬要講 然後我就跟他絕裂 到現在FB都沒有聯絡 哇 這麼小的事情 這麼小 這個很嚴重 這個會產生童年的陰影 像我支持利物浦 1980年到1990年我們是很強 但1990年就變慢聯很強 然後小時候 國小跟國中受到多少冷嘲熱火 全班人都支持班人 只有我支持另外一個球隊 就一直被講 被酸到二十年後 現在反過來 對 可是我的 毀了 毀了 已經毀了 這毀年了 這毀年了 你看 客室你是不是後面有一些 一些板子 可以貼一些你們喜歡的文章 或報章 我貼了我愛的球隊進去 被人家畫畫會撕掉 這已經霸凌你知道嗎 盡量盡量 奇怪 對我容易去造型